蚁人作为少数能够随地大小变的超音之一 实际上他真的能做很多事情 就比如在灭霸来到地球后 他可以直接变小钻进灭霸的大菊花里 然后再突然变大 那场面绝对比灭霸化成会有意思多 当然这招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就在黑袍纠察队里也出现过类似的招式 虽然透明人的外皮刀枪不入 但是他的身体内部却和常人没有区别 于是炸弹赛局横空出世 这与蚁人钻菊花的原理差不多 都是通过进入敌人体内然后快速膨胀 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而且效果也很不错 那么如果当初蚁人真的在变小后镜灭霸体内 他真的能打败灭霸吗 乍一听还挺靠谱 但如果充分了解了灭霸的身体素质后 恐怕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首先灭霸出生于泰坦星 而且作为永恒族的一员 他长生不老百毒不清 而且 他的皮肤以及骨骼密度都远超你的想象 即便是体内最柔软的内脏 也同样蕴含了超强的能量 所以说就算蚁人成功进入灭霸的菊花 想凭借那套摩托战衣和凡人之躯硬 从内部撕开灭霸 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毕竟灭霸就算遭受了上一吨的压力后也毫无影响 这种压力不仅是考验了他皮肤的坚硬程度 更是向大家展现了他内脏抵抗压力的能力有多强 由此可见 如果蚁人在灭霸体内放大自己的身体 那很可能会被灭霸体内尝到的压力压成一滩爱 那么这种方法真的无法爆破灭霸吗 还真不见得 不妨让咱们换个角度 如果让纯震惊打造的幻是穿上蚁人的服装 变小后钻入灭霸的菊花 然后再突然变大 我想 以震惊的密度来看 大概是可以撑破灭霸的 那么你怎么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